同学聚会 众人起哄 让一腾成过去吻我的妻子 他红着脸吻了他 他也没拒绝 反倒发了狠地加深了吻 现场一片欢呼 无人知道 我和他已结婚四年 聚会结束 他开车送醉酒的一腾成回去 留我孤身走人烟稀少的夜路 他一夜未归 次日 他的脖子上多出几道草莓色咬痕 半年前 柳如烟在外 开始养了一个男孩 那个他曾经厌恶至极的一腾成 从喜欢他追他到相恋近十年 结婚四年 从来都是我主动 他总坚信我离不开他 我终于想明白 是时候该放手了 正文开始 高中同学聚会上 杯酒碰撞 嬉笑怒骂声 不绝于耳 柳如烟坐在我身旁 离我不近不远 他一杯杯喝着闷酒 润然酒色的眸光沉沉 像时光化为了薄薄利刃 一如既往 显得冷情寡淡 我知道 他在生气 他的情绪 却和我没关系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恰是坐在对角的一腾成 他一个人总是显得很安静 也许是酒喝多了 冷白如玉的脸上 透着淡淡酒红 他身边的秦雅 时不时给他夹菜 尝试和他搭话 他偶尔也笑着回忆 我知道 柳如烟也知道 当年秦雅喜欢一腾成 但大家似乎并不可他和一腾成 酒过几轮后 大家玩起了大冒险 一腾成输了 众人起哄 腾成 快 去亲柳如烟一下 快去快去 不准当缩头乌龟 就是 愿赌教夫说 众人也于鼓掌 怂恿着一腾成过去 他喝得微醺 红着脸站起来 犹犹豫豫的 不知道要不要过去 身后的男生助推了他一把 把他推到柳如烟面前 这一下没站稳 他险些撞了上去 却被柳如烟扶住身体 堪堪稳住 这下 周围起哄声更大 亲一个 亲一个 在热热闹闹的起哄声中 一腾成低下头 唇半小心翼翼贴了过去 众人平住了呼吸 他俩的关系一向微妙 大家都知道 柳如烟要是不喜欢 他是不会顾及人情事故 但他没有推开他 只顿了片刻 在他即将 直起身子离开前 柳如烟抬手 按住了他的后脑勺 手指没入他的碎发中 狠狠加深了吻 他的眼尾微微暗红 不知是喝多了 还是像思念到了极点 周围爆发起欢呼声 以及哗啦啦鼓掌声 隐隐的 我听人说 我当年磕的CP要成真了吗 我盯着玻璃桌上的酒杯 看着微微晃动的红酒 倒映着室内迷离灯光的色彩 晃得人头晕 这里谁都知道 我追了柳如烟整个中学时光 但没人知道 我俩结婚已四年 也不怪他们都在 磕柳如烟和伊藤成 他们之间的故事 确实比我和他 还要精彩得多 越是敌对仇视 越是显得天生一对 我想起当年中学时 我也知道 有许多人暗暗磕他俩 当时的我 还若无其事地试探过他 我细笑问 都在说你和伊藤成是一对的 你喜欢他吗 柳如烟当时停下笔 谋路厌恶 喜欢谁也不会喜欢他 别提他的名字 让人作呕 他这么讨厌伊藤成 是因为伊藤成的爸爸是小三 他一向觉得 是伊藤成爸爸 害得他父母离婚 后来 柳如烟妈妈和伊藤成爸爸 重组了家庭 从那会儿开始 他们俩就互相仇视对方 但柳如烟更厌恶伊藤成几分 虽然说 在三年过后 这对重组的家庭又一次离婚 伊藤成对他已经逐渐 不再那么敌对 但柳如烟始终都不愿意提到他的名字 甚至 在柳如烟生日那一天 他接受了所有人的礼物 唯独一把拍掉了伊藤成 送给他的一个小蛋糕 静止把他气跑了 而在他生日的时候 他更是恶毒至极 在众人纷纷写住浮语的时候 他送给他一句 祝你一生所爱 支离破碎 直接把伊藤成气红了眼 我从未想过 原来啊 他喜欢他 周围的气红声过于大 大的我只觉得脑海里嗡嗡一片 什么都听不清 头顶灯光炫目 杯酒碰撞声 也于嬉笑声 此起彼伏 有一瞬间 我甚至分不清我是在梦里 还是在现实当中 直到后面夜深了 点点繁星闪烁之时 众人才陆陆续续 散去 伊藤成喝醉了 被人推着送到柳如烟怀里 柳如烟 伊藤成就麻烦你送回去了 他扶住他往轿车走去 伊藤成一路都在喃喃自语 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可身子却摇摇晃晃 已靠在他身上 直到柳如烟将他塞进车里 弯腰要进去时 他始终没注意到我 他俩在路灯下的剪影 宛如一对经历过 跌宕起伏的浪漫碧人 我站在另一边路灯下 喊了他的名字 柳如烟 他顿了顿 似乎才记起 有我这么一个人 转过头来看我 他的眉眼清丽雅致 与少女时期的轮廓 隐隐重叠 他微微皱起眉头来 带上几分罕见的不耐烦 你自己先回去 他喝醉了 见我没有回话 他看我一眼 声线微了 不要太矫情 你以前不这样 说完 他上车 车身很快消失在 人烟稀少的道路上 哦 是 我以前不这样 我努力想了想 是啊 从我们相恋到结婚 好像从头到尾 都是我在主动 他好像 从来都不觉得 我会主动离开他 不觉得我舍得 也大概不觉得我做得到 我低头 捏着手指数了数 喜欢他追他 加上相恋近十年 结婚四年 他占据了我过往一半时光 地方偏远又晚 我打了许久的车 也没打到 最后 我一个人走了 近一小时的路回家去了 唯一后悔的是 今晚应该开我自己的车过来 走到一半 天空下起了 稀稀利利的小雪 有点冷 推开家门 屋内一片漆黑寂静 嘶 好像更冷了 我捂着隐隐作痛的胃 摇摇晃晃走进房间里 进房间摸索着要开灯时 却险些碰摔了 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我打开灯 室内亮起来 有些刺眼 我微微眯起眼睛 看向墙上那幅画 是我挂上去的 表了玻璃框 擦拭得干干净净 画里 是柳如烟 那会初一 她是我同桌 趁着她睡觉时 我偷偷照着 她的模样姿势画下来 画里少女睫毛 纤长如蝶翼 停落窗外 透镜的薄薄晨光 像蝴蝶的梦 在轻盈闪烁 当时我趁她睡着 偷偷摸摸 碰了碰她的鼻子 结果我没留心到 自己指尖沾了笔墨 她的鼻子上 顿时多了点颜色 在我心虚琢磨着 怎么擦掉擦好时 柳如烟醒了过来 后面 当她发现我的杰作时 难得恼火地屈指 弹了下我额头 捣蛋鬼 我捂着额头 委屈巴巴 唇角弧度 却飞扬跋扈 正想着这事时 手机震动了下 我打开手机 是兄弟发来的 博达 你还好吗 和她的聊天记录 在网上翻 是她前几天 发给我的几段视频 从我认识柳如烟开始 我以为 她的性格 就是那样不狗言笑的 从相恋在一起 到结婚四年 她的情绪始终平淡如水 无论是结婚纪念日 还是各种节日活动 她都不会有过多言笑 我以为她就是这样 直到我看见 兄弟发给我的几段视频 我才知道 她不是不狗言笑 不是不爱浪漫 只是所有的温柔和笑 都给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一起散步 一起游玩 一起住进酒店 我在翻兄弟 给我的视频 在那些视频里 我都快认不出 那个人是她 原来她也会贴心给人夹菜 她看人的眼里 也是有柔情似水的 她会温柔抱着她 将头埋进她怀里 包括最后一段视频 是半年前 柳如烟正是在外包养了 一腾城的那天 他俩在中学校园外 那刻 我曾经和他表白的 紫金花束底下拥吻 兄弟是学校老师 正巧那晚熬夜加班 出校门碰见了 偷偷躲在一旁度下来 除了他之外 曾经的同学 没人知道我和柳如烟结婚了 因为我俩结婚没有百艳 他觉得复杂麻烦 而我也一向怕这些繁琐 也就只是两家聚聚吃了饭 兄弟和一腾城 也是多年好友 他犹豫再三 才在前几天 发给了我视频 我总算想起来 半年前那一天 发生了什么 那段时间的柳如烟 心情肉眼可见的差 现在想想 大概是他听说 一腾城要结婚了 毕业后 一腾城过得并不好 家里带给他许多累赘麻烦 到后面 他的父母逼迫他入赘一个富婆家 对方很喜欢他 但他不喜欢 结婚当天 一腾城跑了 跑去找了柳如烟 怪不得那一天 柳如烟电话响后 他连我的生日蛋糕还没切 就匆匆走了 你自己吃蛋糕吧 我还以为他是因为 公司突然有急事 原来是一腾城找了他 视频里 柳如烟一开始和一腾城碰面 他神情还是显得冷漠 不是要去结婚吗 一腾城是很少有情绪表露的人 那一天 大概精神有些崩溃 拉着柳如烟红灼眼讲了许多 我没有去 我不想结婚 大意是他逃婚了 他心里有许多话 不知道找谁说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柳如烟没有反应 也没有说话 后面 一腾城见他 没有说话 转身就走 那我继续去结婚好了 柳如烟神情却变了 你站住 他几步上前 从身后抱住他 抬头吻了他 在后面 他说 每个月五万 我养你 一腾城很生气 抬手想推开他 柳如烟 你不要太过分 但那只手最终却没落下 颇有几分瘦肉模样 他大概很需要钱 他家里似乎有人生病 柳如烟就这样 开始包养了他 可他后面对他的态度 早已不是一般情人 兄弟给我拍的前面几段视频 都是他碰见的 因为一腾城家就在学校附近 兄弟总常能碰见他 也碰见柳如烟找他 我看完了视频 忽然觉得胃力一阵翻腾 难受得很 我跑去洗手间里吐了 我恍惚间想起来 四年前 是我向柳如烟先求的婚 我本以为他会拒绝 他却答应了 直到前阵子 我才联想起来 我和他求婚前两天 听说一腾城交了新女友 已经准备订婚了 只是不成想 半年后分手了 我摸索着走出洗手间 晚上分明困得要命 我却翻来覆去没睡着 我没开灯 一个人坐在飘窗前 望着窗外霓虹夜景 听着闹钟指针滴答滴答流失声 柳如烟一夜未归 也并不是只有这一次了 以前我都当他工作狂 自己早早睡了 直到天边逐渐露出雨堵白 依稀晨光浮照入窗时 我听见了开门声 柳如烟进门时 见到我没在睡觉 有些诧异 我回头看他 他并没有说什么 神情很淡 要不是见到他拥吻他时的激烈热情 我会以为他一贯如此 他瞥了我一眼 转身时 我见到他脖子处 挤到草莓色咬痕 我缓缓站起身来 也许是窗外的雪 让人心冷 我的心情竟也平静地诡异 只于留一丝丝针线 拉扯的微微疼马感 柳如烟 他的脚步停下 我略微活动了下麻木的肩膀 尾音 藏着我自己 都不曾察觉的一丝叹息 我们离婚吧 我话出口时 柳如烟没有反应 不知道他是听见了 还是没有听见 他一如既往 从容不迫更换了衣裳 直到走到房门口时 才忽然停下脚步 顿了顿 好像自己听错了那样 你说什么 他一手还在绑着衣带 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望向窗外 沉默虚愈于 将右手上带的婚戒摘了下来 扔在桌上 听清了吗 钻石婚戒闪烁的光芒 梦幻绚丽 像极了一场梦 结婚这些年 我几乎没将他摘下来过 但柳如烟从未带过 也不只有他了 我所有珍视的一切 他从未珍视过 随着钻戒清脆声响 柳如烟谋底 终于有了一丝轻微波动 只是那屡起伏 转瞬即逝 他绑好了衣带 微微皱起眉头 不要是小杏子了 今天工作多 我先去公司了 他推门去 我这才觉得 困倦一点点袭来 我转身扑在床上 一夜没人触碰过的被子 竟染上丝丝透骨的冷意 戴在身上一时半会 也不觉得暖和 柳如烟啊 柳如烟 我笑了笑 摇摇头 到底是我停留在原地 还是他忘了脉步前行 他是不是忘了 我已不再年少 也不再拥有 曾经不顾一切 去追他去喜欢他的勇气和耐心 我出门去了 直到傍晚 兄弟给我消息 我开车过去了 我下车后 没有直接朝他们走去 我站在他们右侧不远 静静看着他俩 一腾成这些年 似乎都没什么变化 他总是少年气十足 谈笑之间 透着几分青春洋溢 他们坐在长椅上 背后是排排入冬凋零的花树 柳如烟似乎有些烦躁 他时不时拿出手机看 盯了会儿 又放回去 过了会 他终于又拿出手机 迟一片刻 在屏幕上敲了敲 我的手机震动 我摸出来 是他微信发给我的 才觉得想笑 认真想想 我才发现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 从前的每一天 几乎都是我时不时 抽空给他发信息 往往我分享了许多有趣事情 只换来他不嫌不淡的一个 我习惯当他性格如此 现在想想 真是好笑的可以 从他和一腾成在一起后 兄弟给我的视频里 他主动和他说的话 怕是远远超过 我俩结婚这几年 我没回复他 将手机放回口袋里 这才朝他走过去 听见脚步声 柳如烟抬起头来 在看见我的一瞬间 我以为他多少会流露 被我撞见他出轨时的惊慌 却不成想 他第一个反应 是伸手护住身旁的一腾成 他眼底的诧异 只闪过一瞬 又复归于平静湖面 就好像笃定 我不会做出什么反应 又或是 那些年我不顾一切追他的举动 让他相信 我怎么样 也离不开他 他身旁的一腾成 坐立不安地看着我 我没理会他 从背包里摸出那份离婚协议书 递给他 你看吧 看了觉得没问题 我们就签了 柳如烟拿过去 在看清上头的字眼时 一贯波澜不惊的眼底 终于逐渐出现了 丝丝裂痕和错愕 我没等他说话 转身朝轿车走去 你想好了 看清楚了 再打电话给我 我打开车门 坐进车里 扬沉而去 从后视镜里 我看见柳如烟 忽然站起身来 朝我的方向走了几步 然后在拐弯处 我再看不见他 回去后 我躺在沙发上 正正盯着墙面 盯得久了 眼睛有些疲惫 我又闭上眼睛 一闭眼 我就想起 高二和他告白的那天 当时周围围了 我的一群好友 在起红凑热门 我紧张得除了他之外 谁也看不清 我的兄弟在旁边笑嘻嘻 录下了我告白的视频 而我只听见他说 好一个字 直到前阵子 我又翻到了 那个久远的视频 我在那群围观的人群里 看见一腾成的深眼 柳如烟在答应我之前 抬头朝他的方向 看了一眼 在他那个字落下时 一腾成垂下眼皮 转身离开 现在想想 我和柳如烟告白前不久 一腾成和隔壁斑斑花在一起了 想到这里 我唇脚扯了扯 把手机丢到一旁 心头堵了棉花 闷得可以 原来这一路走来 我一直是他的替代品 只是他拿来和他怄气的盾牌 像个小丑一样 围着他转 到头来 才发觉 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怪不得我和他在一起后 虽然没分手过 但他寡淡的班里同学 以为我俩早早就分手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正打算将脑中麻团一样的思绪丢出去 手机铃声响起 听见铃声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那是我的手机 因为 我给他专门设置的电话铃声 从未响过 我任凭电话响了话 才睁开眼睛 摸到手机接起来 我没有说话 静静等他开口 柳如烟说话了 为什么没在家 我抬头看着我现在的房子 又看了一眼手机上的事件 晚上六点半 他竟然回家了呀 他有多久没这么早回去了 真是稀罕 我垂下眼帘 已经空空没戴戒指的右手 无意识敲打桌面 想好了 想好了就签吧 什么时候有空 一起过去民政局一趟 电话那头 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 沉下声来 你是因为一腾成的事情 耍脾气吗 我微顿 捏紧了手机 语气冷了下来 我不该生气吗 柳如烟 从我追他到现在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 和他说话过 我一贯在他面前温声说话 从没大吼大叫过一句 电话那头似是愣住了 我轻轻扣着桌面 我应该得看着你和一腾成在一起 我还要再送上一句祝福 我还得开心 还是憋着 忍着 因为我们之间从头到尾 一直是我在讨好你 谁先喜欢的谁 就活该低 对方一头 是吗 你当我没有心的吗 我走到窗边 望着窗外茫茫夜景 你也不用不喜欢 还要假装每天和我一起过 协议书签了 各自散了吧 我一大段话说完 电话那头静默许久 在我即将挂断电话时 那头声线 带上一丝罕见的紧张 谁同意要离婚了 你现在在哪里 他最后一句问出来时 我觉得心头闷得发疼 荒唐又好笑 我听见他第一句 这么类似关心的话 却已经是走到这一步 我说 晚上多漫长啊 我也瞅瞅 哪有兔女郎 找一个玩玩 说完 我关掉手机 丢在床上 我翻身躺了上去 抬头看着吊顶天花板 这套房子很新 原本是我和柳如烟 一开始住下来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里 推开窗户望去 就可见大片的风景 但那时和柳如烟没住多久 他就说不喜欢这里 我和他才搬去了 现在住的那套房里 现在想想 哪里是他不喜欢这里啊 是这边 不如那边的房子 离一腾城住的地方更近吧 直到第二天重新打开手机 我才知道 柳如烟找了我一整个晚上 我的手机里有 几十个他打过来的电话 和数不清的他 发给我的消息 这样极限模样 如果是之前 我会有多高兴 可哪怕他找了我一整晚 他也不能猜出来 我在哪 如果是柳如烟不见了 只要我想找他 我只能在最短时间内 将他找到 我熟知他所有的喜好 知道他爱去的地方 也知道 如果他不见了 可以通过他的哪些朋友 找到他 但柳如烟不一样 他也许在昨晚找我时 才会发现 他根本没有办法联系上我 他从未关心过我任何事情 不会知道 我喜欢去哪 也不知道该通过 哪些朋友找到我 可笑认识十几年 哪怕我已经是他的丈夫 他对我的认识 恐怕不如他公司的 一个入职半年的同事 一无所知 空空如也 我总算给他回复一条消息 签好了 或是想去民政局了 再联系我吧 说是夫妻 竟能疏离至此 我梳洗完 去了公司 直到傍晚 柳如烟终于找到了我 我想 他连我在哪上班 应该都是翻找到 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才知道的 柳如烟来的时候 我原本已经要下班了 见他走进来时 我顿时又不想走了 我低头继续敲键盘 觉得一心工作 也挺好的 柳如烟静直朝我走来 声音微哑 博打 我不知有多久没听见 他这样叫我的名字 有刹那 仿佛穿回了年少那段青葱岁月 我鼻尖呼得一酸 又专心敲键盘 假装没听见 周围同事 频频朝柳如烟看去 有几个刚入职的毕业大学生 偷偷拿起手机拍美女 坐我身旁的同事 笑着问我 博打 你女朋友吗 柳如烟听见了 表情微微僵住 随即站在我身旁 我是他妻子 我那口直心快的同事 惊乐的一句话脱口出 啊 原来你结婚了 柳如烟脸色更难看了 他俯下身来 问我 不是下班了 我送你回家 确实是下班了 周围的同事 已经陆陆续续走人了 只剩下为数不多两三个 还没完成当天工作的同事 还在加班 我敲键盘的手停了几秒 又继续敲 今晚加班 不早回 是他从前一贯的用词 我本以为 以柳如烟一贯高冷姿态 他转身就会走 不成效 他却在我身边坐下 我等你 就好像我曾经追他那样 无论他扫地值日 亦或其他时候 只要他回头 我总在等他 我盯着屏幕 声音带上一丝嘲讽 你现在又是干什么 我俩的婚约对他来说 不该是一种束缚吗 和我在一起 不是远没有他和一腾成 在一起开心吗 现在怎么就拖着不肯离婚了 我不理解他 也不想再思考 无数个深夜醒来 身旁无人的时候 我想的已经够多了 想的患得患失 想的疲惫不堪 想的卑微如尘埃 只是现在想想 在我辗转反侧的时候 他兴许正躺在他人怀里 睡得憨然 柳如烟没有打我的话 在我身边静静坐了一个小时 他起身走了 我眼皮也不曾掀起过 我知道 他不会有耐心对我 可没想到 过了会 柳如烟给我带了一份晚餐回来 吃点东西 打开盒子 是甜辣口味的 我瞥了一眼 拿过盒子 推给了一旁同事 同事很开心地接受了 柳如烟脸色顿时 又沉了几分 博达 别再闹了 同事在一旁疑惑扭头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柳如烟 博达 你不是最不喜欢甜的 也吃不了辣吗 柳如烟闻言 愣着许久 我慢腾腾说 是啊 因为喜欢甜味 也爱吃辣的人 是他 所以从前的我也假装跟着喜欢 柳如烟 好像变成了中学时的我 他像我当年追他那样 忽然开始殷勤联系我 找我 我却越来越不再走回 依旧和他分开住 直到我打开房门时 闻到厨房里 飘出来的香味 我郑住 朝里走去 餐厅桌上 柳如烟 已经做好了一桌子饭菜 摆放得整整齐齐 还冒着香味 没有辣的 屋里灯光暖黄 他的眉眼 也落下几分柔和 是我曾经幻想中 温馨小家的模样 他终于想了起来 我们俩之前 还住过这个房子 柳如烟看见我时 把围裙解下 来吃饭吧 我静静看了桌子一眼 网客厅走去 在外面吃饱了 柳如烟盛饭的勺子炖煮 我没再有多余的精力 像从前那样 去在意他每一个动作 琢磨他每一个心思 我去收拾 整理我的房间 又从书架翻出书来 自顾自看了会儿书 柳如烟也没有 制造出其他声音 慢慢地 我几乎忘却 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等我沐浴完走进房间 脱下鞋子 顶着困倦的眼皮 躺上床时 才忽然意识到 身旁有人 我即刻睁开眼 一时间只觉得无比陌生 从来没有一次 是柳如烟 比我更早躺下的 不知道是不是早习惯了 入睡时 身旁空空无人 当柳如烟从背后 环抱住我时 我只觉得浑身僵硬成石头 他温热地呼吸 落在我耳畔 声线清脆 像唇香烈酒 点点蛊惑 腾城的事情 我们再商量一下 一句话如冷水 将我颇醒了 原来就算到这时刻了 他心里还总割舍不下他 商量 商量什么呢 我一点点掰开他的手 不用再商量了 我开始变得像 从前的柳如烟 很晚很晚才回家 或是宁愿在 闺蜜家里过夜 也不想看见他 他开始频繁早早回家 像从前的我在追他那样 越发在意我的点滴 他拖着不肯离婚 总找各种理由 不愿签字 我也不接 我甚至愿意看看 他是怎么追我 看他一次次满怀希望 想给我带来惊喜和温暖 然后又一次次失望离去 我看着他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从前的我追他时 是这样的 柳如烟比我更冷情 当年追他时 我碰过的病 太多太多 我开始好奇想 我是怎么坚持追他那么那么久的 如此卑微 卑微到尘埃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他才觉得我可有可无 便宜不值钱 我想了想 晃动手里酒杯 摇摇头笑了笑 这世间所有容易得到的事物 总是容易被等先看 伯达 你看你看 那边有个美女 兄弟在旁边推了推我 她看过来了 咦 她是不是在看你啊 伯达 酒吧里 你红灯光之中 我看见一道清秀身影 那女生转过头来 是雅旦如雪的脸庞 带着点青色和脱俗 只一眼 我就出了神 真是和当年柳如烟 很像的一张脸 我走神的厉害 也没有注意到 那女生拨开人群 朝我走过来 直到站在我面前 她才略微腼腆地拿出手机 问我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 兄弟就在旁边暗笑 推了推我 果然 这不是我头一回碰见了 我似乎总是 很容易吸引到这类型的女生 我还没回答 手腕被人从身后狠狠拽住 声音颇有几分咬牙切齿 我打 我转头 柳如烟 怀抱着一大捧的艳丽玫瑰花 花香扑鼻 她拽着我的手指上 带着一枚闪烁冷光的钻截 我的手上 却走空了下来 她沉沉看了那女生一眼 又带有几分冷气看着我 我没烧微扬 干什么 干什么 她凑近我脸庞 强行忍下怒火 才说 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我一听 更觉得诧异 你不是从来不爱过这样的节日 说着 我觉得好笑 还笑了起来 没有哪一次结婚纪念日 她在 不是工作忙 就是其他理由不在 柳如烟将注 片刻 沉默地将大捧玫瑰 塞进我手里 我们回家 回家 我低头看着那大捧 还沾染水珠的玫瑰花 转而扔进一旁垃圾桶里 柳如烟来不及阻止我 只是转头看我 眸底晦色莫变 兄弟一旁凑过来 剑缝插针补了剧 博答他对花粉过敏 你不知道吗 我正开了他的手 不看他刹那惊恶 而又黯淡下去的双眸 我没有天天逼迫柳如烟签字 也没有天天闹着 但柳如烟追了我半年后 终于绝望放弃 同意了签字 我知道 每天看人冷眼 看自己的一腔热血 被人一次次浇灭 哪怕只是一件件的小事 最终也会成为压垮骆驼的一根根稻草 越是看着他 我越是看见当年的自己 年少正青春时 是真有耐心 和不顾一切的活力 百折不挠的勇气啊 换成如今的我 恐怕连半年 都难以坚持下去 签离婚协议的那天 我和柳如烟 是在家里签的 我的心情比预想中的还要平静 就像无数次波涛汹涌的海浪已过 鱼流沉寂冰冷的海面 柳如烟却喝了许多酒 整个人带着浓浓酒气 我知道 他一贯是不爱喝酒的 我走进房间里 又看见墙上挂的相框 有两幅 一幅是我画柳如烟的 另一张 是我们高中毕业照 柳如烟挂上去的 从前我以为 柳如烟挂的这张照片 是因为拍毕业照时 我就站在他正前方下一排 可当我如今认真看时 当时柳如烟啊 他眼睛看的方向 站着的那人 分明是伊藤城 他们俩的故事 如果我不在这之间 估计又会是一个 双向暗恋奔赴的美好故事吧 我一开视线 看向旁边挂着我画的那幅 我伸手想取下来 只是刚碰到 相框却因为挂不稳 自己往下砸 他往下掉的时候 我的手指动了动 想去接住 最终又缩了回去 从我身后 就呼地扑抓过来一只手 企图将他接住 只是相框从他指尖 堪堪擦过 飞溅起的玻璃碎片 划过他的指尖 阴出浓烈血色来 柳如烟却恍然未觉 俯身想将支离破碎的相框 和被割裂的话收拾起来 为什么不接住他 他的声音带点沙哑 你画的不是我吗 原来他知道啊 我以为他不知道的 挂在房间这么多年 每次他都是目不斜视走过 从未问过一句 玻璃碎扎片片 割裂他的手指 一点点染红地面 我抓住他的手 别收拾了 碎裂的东西 就是碎了 再拼凑回来 他现在伤痕累累的样子 不 我心疼从前的自己 早知所有爱都要有所保留 也不至于再想到 爱这个字 就已让人疲惫 一动的玻璃碎片停下 他慢慢抬头 漂亮的眼睛看向我 我头一回 看见他这样神色 眼底破碎 好似满地的玻璃 拼凑不出完整如初的样子 他朝我慢慢伸手 试图碰我的脸 不要离婚 好不好 我们再试试 从头开始吧 我避开他的手 转身走到桌旁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摇了摇头 和柳如烟办理完离婚手续后 我的心情忽然间轻松许多 从民政局出来时 我朝东走 他朝西走 我没有回头 直到我坐进车里 才发现 他站在离我们分别的地方不远 正正看着我 像极了迷失方向的孩童 我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踩下油门 车子缓缓离去 终于有一天 不再是我跟在他身后 看着他背影消失 我知道柳如烟会和一腾城在一起 毕竟我们就算在闹离婚那段时间 他也始终没有说要放下一腾城 他们公开在一起的消息 我毫无意外 但他们分手的消息 却快地让我吃惊 就在我和柳如烟离婚后 不到七天 本来从地下情人 到终于见光的事情 却这么短暂 兄弟截图了一腾城的朋友圈发给我 一腾城发了一段话 原来你只是喜欢 在竞技边缘寻求刺激感 早知如此 你不如早点告诉我算了 他的厌倦来得这么快 快地让所有人震惊 从那天过后 我不再去关注柳如烟 一点一滴的消息 但他的消息 却通过我们之间的共同好友 总是时不时传到我耳里 听说柳如烟 把之前我弄摔的照片 让人修复好 放在自己办公桌前 时不时总盯着他发呆 我点当掉的婚件 他始终还戴在手上 甚至有一天 窗外飘落额毛大雪 我拉开高楼窗帘 低头看去 见到他身着灰色风衣 独自一人倚靠在路灯旁 静静望着人烟稀少的大路 就好像中学时 为了给他生日一个惊喜 我一个人在漫天飞雪中 固执等他的吃傻模样 我拉上了窗帘 只当做没看见他 我开始习惯了 没有柳如烟的日子 每天进门 就显得空旷寂寥的房屋 被我精心布置的温馨整洁 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吃的饭菜 不用思索他爱吃什么 哪些不喜欢吃 也可以肆无忌惮 拥抱整个温软的大床 不会再在半夜醒来 察觉身旁空落落的孤单 又一年的夏天 我背上行囊 去了大江南北许多地方游玩 有时候带上朋友 有时候一个人走 看湛蓝成澈的大海 苍茫荒芜的沙漠 看熊鹰从空中飞过 爬到山顶看日出日落 站在雪山前 捧起一手冰凉 这些 是在我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我一次次和他提起 要一起去走一起去看的地方 只是他从来都有各种忙来推脱 却有闲情意志 陪另一个人 所以说 我亲密的朋友都说 柳如烟现在不同了 有和他同个公司的朋友劝我 我觉得 他现在真的后悔了 他的戒指到现在都没摘下来 也没有和别的男人亲近过 要不 你们再考虑一下复合 收到这条消息时 我正看着山顶日出的风景 我低头 敲字回去 不了 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原谅 也不是所有美景 都一定需要两个人才能去看 全文完